你看看那些 工男在爆章上 三点毕露的路过广告 你会改参 当年的民风的开放的程度 还有他们接受的尺度 到底有没有射线 记得有一年 我被邀请到槟城表演 就在文化遗产 邱公司宗祠对面的歌台唱歌 当时主办呢 他在中间的广场 摆放了很多的长凳子 就是那种你可以叫 恶狼腿的那种 那桌子上呢 有瓜子 还有饼干 还有椰子糖 记得我出场的时候呢 有一个穿了 英哲明时期服装的Jaga 他的腰间呢 就挂着一大串的锁石 这样子看起来 乖乖的一个叔叔 那他就骑了一辆 五十年代的脚车 当时我是穿着旗袍的 把我 然后绕着观众 就骑了一圈 那上了台之后呢 我就和舞者朋友 就一起歌舞声评的 唱了好久的 这档演出呢 其实主办是复制了一种 在五十年代 与南洋民间 十分流行 或者是新兴的一种娱乐文化 即是歌台和游乐场了 在二战结束的前后 其实本土民间的娱乐活动呢 是很匮乏的 一直到五十年代 那各路的电影公司 尤其是香港的娱乐龙头老大 邵氏 Shobrodos 为了推广他们旗下的艺人 还有电影呢 以及在电影上映的时候 能够跑码头 无论是卖场 或者是明星随便登台 这都是一个时代的需要 而这个歌台游乐场 以及周边 纷纷兴起的这些电影乐 都是当时最实现的玩乐 和大家的娱乐天堂 那人们从留声机里头 播放这个唱片 然后到电台 还有这个电影的蓬勃的崛起 大家对新事物约约意识 当时的大世界 新世界 快乐世界 Jubilee Park BB Park 等各种大型的游乐场 在内容和设备上 都是多姿多彩的 除了是说给电影啊 或者唱片公司 他们旗下这些 明星歌星登台之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 这些各族的戏曲表演 比如说乐剧啊 下雨大戏啦 马来友族的Bansawan啊 甚至印度大戏的 还有让大家看不完 放映不断的这些 露天的电影院 以及给大家跳 Rolling的舞台 以及他们的美食档口的 那大人和小孩的 各种兴趣玩乐 其实真的是好多好多 它的内容和形式呢 真的是很像 我们现在的Shopping Mall 据说还是有一些舞台 是围起来的 会有人躲在树上 鬼鬼祟祟的偷看里面的表演 那在大人的肩上 也许还会背着一个小孩 那台下搞不好 还是有人躲在 下面看免费的演出的 那这期我们说的 大世界里的燕舞文化呢 当时最著名的燕舞演出 你看看那些 公然在爆章上 三点毕露的路过广告 你会改参 当年的民风的开放的程度 还有他们接受的尺度 到底有没有设限 而当时最著名的燕舞团 是什么呢 玫瑰燕舞团 而玫瑰燕舞团 最出名的舞娘是谁呢 当然是老板娘 Rose Chan Rose Chan是谁呢 听说是连美国红歌星 Franklin Lane的制作人 也被他迷倒的 陈慧珍 那Rose Rose I Love You 听说就是在新马 听到这个原版的 玫瑰玫瑰我爱你之后 因为这个Rose Chan 当时非常著名的 一个燕名而写的歌 歌里有一句 Flower of Malaya 指的大概就是Rose Chan 玫瑰玫瑰和玫瑰 最可救命 玫瑰玫瑰最严厉 窗下开在枝头上 玫瑰玫瑰 我爱你 Rose Rose I Love You We've been begging her What is your future Now we have to part Standling on a jetty As the steamer moves away Flower of Malaya I cannot stay 新的事业 新的情 生分节的光辉 唱和大地 新的喜悦 新的情 生分节的光辉 唱和大地 Rose Rose I Love You 从40年代起 这首歌的中文版 玫瑰玫瑰我爱你 就在海魅外的华人圈 流传开来了 那后来经过英文版的 在跨国跨界 后人无数次的 这个翻唱和重新诠释呢 它现在已经是 世界名曲的 一百首之一 就好像是一朵 永不凋零的玫瑰那样 我们还听到当年 马来亚 Zana Alam唱的 《马来和大米尔也》的版本 我特别喜欢 用这首歌来做当年的娱乐生态 我觉得在那些环环相扣的传奇里 一个别开生命的时代背景 交集出来独有的一个南洋意识 再还不知道什么是网络 Internet的年代 人们公益最大的娱乐 就是到那里去寻开心 包括最年孩子 随着时代的改变 现在几乎所有的戏院 游乐场等等 都已经没落了 哪一个娱乐盛世 就是藏在人们的回忆 和海报画册里 空流无尽的想象 我要谢谢这首歌的作曲人 陈歌兴 她也是我最喜欢的上海作曲家 她有另外一首 《玫瑰玫瑰我爱你的姐妹作》 那就是《蔷薇处处开》 以及很俊久很好听的 《永远的微笑》 都是她的作品 心上的人儿 有小的脸庞 她曾在黑夜给我探阳 我不能够让谁吹起这胸中的太阳 我不能够让谁吹起这胸中的太阳 心上的人儿 你不要悲伤 愿你的笑容 你不要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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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